现在就会说说特尼西亚的东西 特尼西亚他们因为通胀的情况 现在加了息 他一加就加了0.75 就是75个基点 是三年来第一次加息的 这个北非国家 其实当然了 他们之前就有一个政变的 大概应该十年前左右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政变之后 其实是这样的 他们很惨的 最初他们就说 那个哥就是独裁者 特尼西亚的哥哥就是独裁 好像叫阿里 好像叫什么名字 他就说他是独裁者 然后推翻了他 但在独裁者之下 那时候很有趣 那时候独裁者之下 失业率就很低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推翻了独裁者之后 失业率 瘋了 到3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那个 青年人的失业问题 之前也试过很严重 那在上个月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些问题 照片出来 就在特尼西亚 就是那些面包店 没有了 面包店 还有 那些面包店的老板 就 告诉大家 其实他已经没有了 面包 卖了 但是 有其他人 就在那里 骂 你们这些是饿死人民的 奸商 那样 其实这些真的很麻烦 这些 那么 特尼西亚也是 难搞得不得了 那么 现在 经济数据是怎样呢 现在 我刚才说的 刚才那些 我是没有 实际数据的 这个我也要说 因为没有实际数据在我面前 我有些是凭记忆说的 那如果有错的话 唯有跟大家说一句 不好意思 我尽量都不会说错话 但是有时候是没办法的 那么 25岁以下的失业人口 已经去到40% 这个特尼西亚 那还有就是 有些人应该会 就是 去欧洲 偷渡去欧洲 也有可能 还有 他们呢 就是政变了之后 我什么政变之前 还是政变之后 他们 还要跟这个 就是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谈一些救助方案 那么 我理解就是 之前那个独裁者 衰极都没有做这些事情 那么 现在呢 推翻了独裁者之后 连这些都搞不定 那么 当然 食品当然是上涨 那些价钱 我们之前有其他节目都说过 那么 其实整个阿拉伯世界 都是很危险的 之前我们也 有一些图片 说过给大家听 那么 如果没有听过这些东西的 就可以回去 听回前几天的 神汪第一线 在神汪第一线 这些东西 都是在神汪第一线里说的 那么 当然 特尼西亚 现在也是很吵架 有些人当然觉得很惨 我只是想生存下去 但是现在 你连东西都没得吃的话 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生存下去呢 这个就是我很粗浅的看法 如果你东西都没得吃的话 那世界是实乱的 那现在是难搞到不得了 那么 就是现在特尼西亚的经济规模 是比他们推翻独裁者之前 还要低的 其实 但是 他们政府的债务 就是 和 他们的债务是多了很多 因为要和GDP比的 债务是 债务 GDP比率 大概回了一倍 就不够一倍 分之八十八左右 那IMF就预计去到2025年 那个 就是 政府债务和 GDP的比率 就会去到 百分之九十九点七 那大煲领落 这个就是大煲领落的了 其实就是 那么 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 现在他们 那些人不够吃 也没有电用 不够电 现在是 那么 现在那些大宗商品价格 其实 就是越来越高 那么 那么高的时候 他们怎样呢? 唯有就是 用政府的钱去买这些大宗商品 就是主要是粮食 能源 那 现在 就是 特尼西亚的外汇储备 只是足够四个月的进口的东西 所以特尼西亚可能就会 奶得很厉害 那这个地方当然 上个月已经传出很多不好的消息 那现在呢 他们的情况就更加不乐观 因为呢 通胀呢 就会加速到每年去7.5% 那么 那 这些呢 某程度上 我的粗钱的看法呢 就是 这些就是阿拉伯之春 搞出来的 其实 那些人呢 去推翻那些独裁者 不是不行 我觉得你也可以推翻独裁者的 但是你们这些人呢 要懂得搞经济才行的 如果你推翻了独裁者 之后呢 你不懂得搞经济的 你还死了几钱重 那你推翻独裁者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我很粗钱的看法 有些人当然不是这么想 食物不是最重要的 最紧要有自由 那你没有食物 你有自由有用吗 对不对 所以 就是这个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 那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很惨的 搞到很多人 那 我认为 为什么他们会搞到这样呢 就是因为 他们说 要推翻独裁者的那些政棍呢 是不懂得搞经济的 是完全不懂得搞 那他就 就是推翻了独裁者之后 那个经济 就是长期搞不好 那现在说 我刚刚看到就是 应该是 我刚才也不算记错了 他是2011年的 推翻那个阿里 2011年的时候 那就十一年 如果你十一年 都搞不好经济的话呢 那你就没得赖那个独裁者的 其实那个 我粗钱的看法就是这样 那你都肯定了 现在看到这个情况就是 那 那 那 今年呢 这个 世界上呢 就是加息的央行呢 就很多 包括 美国加拿大 澳洲新西兰 俄罗斯 蒙古 哈萨克斯坦 还有印度 这个 巴基斯坦 全部都加了息的 还有阿根廷 巴西 智利 那些 墨西哥那些 都加了息的 所以现在就很难搞 那 那 为什么没有提中国呢 因为中国真的没有加息 就是中国 和日本呢 是没有加息的 那 另外其他地方 像泰国那些 那些 马来西亚那些 那些 严格来说 都是没有加息的 所以这些 没有办法的了 那 那 那 就是说 懂得搞政治 经济 就不懂政棍 政棍 只懂得拌油 水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他们 那些阿拉伯之春 结果做了一件 什么呢 就是前门驱囊 后门进府 其实就是 你把那个 独裁者弄走 那些独裁者 本来 他有些办法 就可以压住墙 但是 结果呢 就 压不住墙 他走了 那 之后呢 就没有人可以压住墙 那长期都要搞政治斗争 那又回不了去搞经济 那你回不了去搞经济 现在就大事了 还有你的社会环境 一定要稳定 其实如果你要发展经济的话 你搞完这些 什么革命 那你的环境可以稳定吗 当然不行 不过这样 就是 特尼西亚那里 其实就 应该可以跟IMF谈得好 这个就是 就是 根据 外电的报道就是这样 他说应该可以谈得好 因为 其实有些问题就是 如果他们搞那些阿拉伯之春 那些国家 全部经济上 全世界 跟着连饭都没得吃的话 其实对西方来说 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宣扬那些 叫做 自由民主 那很多自由民主 好了 结果没有饭吃 有自由民主 没有饭吃 那就很大事了 这个是我粗钱的看法 还有 总统他们是不懂经济的 当然是 特尼西亚的总统 他就答应了说 这个物价会下降 这些是不是瘋了 根本就不可能 你想想都知道 这些是 杀岸都不得了 根本就不正常 那 为什么说特尼西亚的债务 不会违约呢 因为他们还到息就可以了 因为是中长期债务来的 但是 问题是怎样呢 他们会有选举 那么 应该今年12月的时候呢 就会有选举 那么 如果选举 有些东西出了来的结果呢 大家估不到的话呢 譬如出了一些大件事了 结果呢 选了一些不知什么人 可能 根本就好像 骗以多安那些 不懂经济的人 选了上来 就是这样就不得了 是 已经在这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那么 其实某程度上 他加息呢 都可能已经太迟了 就算加0.75厘的话 其实都 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样说 以前呢 我的理解呢 他们都 就是挺好的 现在他都出很多橄榄油 那些东西 就是有很多 就是扮是意大利橄榄油的 橄榄油呢 其实都在特尼斯 或者特尼西亚呢 这个地方 叫做那里出的 那 究竟 就是他们 能不能捱过这一关呢 那就要拭目以待了 那好了 现在呢 就到这里 就再休息一会儿 那回来呢 就会讲回其他 比较重要一点的话题